哈囉大家好,我是查克寶 今天這一集很重要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Marvel Snap 商城裡面你必須趕快知道的秘密 影片開始前,麻煩大家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通知喔 好,如果我們要升級一張卡牌的話 我們會需要左邊這個藍色的點數 以及右邊這個綠色的強化套組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秘密就是這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商城裡面 在第二層的綠色的這個區域 會有一個快速升級 它每6個小時還是7個小時 會替換三張你擁有的卡牌 那它這邊看起來像是給一個很優惠的價格 有沒有,你看分身人只要50個點數 50個藍色點數 就可以把這張卡牌升到不凡的等級 然後獲得一點收藏等級 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秘密就在這邊 我們到我們的收藏裡面 來找一下這張分身人給你們看 有沒有 如果我們在正常的狀況下去升級的話 它只要25個藍色的點數 跟5個強化套組 那要獲得強化套組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一直有遊玩這個遊戲的話 它每一場遊戲結束 不論輸贏都會給你這個強化套組 那它給強化套組的對象就是你玩的這一局的 這12張牌的其中一張 好,我們來看第二張這個星紅女巫 它在商城的快速升級裡面 要有225藍色的點數 然後15個強化套組 但是呢 我們回到我們的收藏池裡面 我們只要200個點數跟20個強化套組 就可以升了耶 各位你們想一下 我們有差那5點的強化套組嗎 沒有吧 但是25點藍色的點數其實不好拿 每天免費領取只能領取50點 過任務有時候只給25點 對吧 好,我們再來看第三張這個 商城快速升級裡面的寫蜘蛛 它要260點的藍色點數 跟8點的強化套組 但是我們回到我們的套牌裡面 我們只要200點跟20個強化套組 就可以升級了 那這邊大家應該都跟茶哥爸爸一樣 沒有這麼急 這麼迫切的要趕快把一張卡升上去吧 應該沒有吧 所以呢 我們只要正常的遊玩 然後慢慢去升我們想要升的卡片就好了 OK,那這個就是關於商城裡 你必須趕快知道的秘密 那趕快把這支影片或這個資訊呢 分享給你有在玩Marvel Snap的朋友吧 提醒他們不要再到商城裡面的 快速升級裡面去做購買 不要白白浪費辛苦存下來的點數了 那最後呢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分享 還沒訂閱的朋友可以趕快訂閱下去 有你們的支持呢 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動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by bwd6